如果持續地造作稱心的話 將來我們還會受到稱心的支配 所以它過去已造的一切 未來將造的一切 都跟稱心息息相關 而這稱心並沒有分 別人的稱心跟我的稱心 我自己的稱心的本性 跟三界一切有形眾生的稱心的本性 煩惱的本性都是一樣的 都是負面的 我們要了解這樣子的道理 首先去認識它 認識了煩惱跟煩惱的過失 就是某一種程度的智慧 由於有了這樣的智慧 逐漸地我們開始懂得什麼是善 什麼是非善 如何去做取捨 這個都是由一些取捨的智慧而來的 所以當我們要踏出禪修的第一步 首先就是要以這樣的取捨的智慧 來信守因果 我們要看見 這是什麼故事的 有什麼故事的 要通過九十字 你去找遍 是常識的人 你去找遍 他要是指院的人 他用重要的 讓自己的愛 你承認 看待 要靠 也有很多人在一起 就像有很多人在一起 那些人都要走 那些人都不想要走 那些人都要走 不走 就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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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撤离地震而活著 男生說 女生說了 從義學家 newer 女生說過一竹, 讓我們去一家 女生說過不久 女生說啊 女生滷快 Brazil 所以這個南華的 讓人的神 師傅 它過了頭部才可以有的 所以一定是主要開始有 讓人聽著主要頭部 主要這個面目不容易才可以有的 主要吃 能不能吃 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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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緊扣著佛子行三七宋的 第二十二個祭宋的前兩句 諸所顯現為自心 心性本離戚論編 繼續往下談 這兩段話還是談的是所有的一些現象 所有的顯現都是自心所現的 也就是自他無二的道理 他講的是聖意地 他談的是一切現象都歸於心 包括我們剛剛所講的一切因果道理 一切苦樂的根源都歸於心 由於這一切都歸於心 那我們已經造了 會 造了這個如是因 所以呢 這個果必然會展現 這這樣子去思考的時候 你會曉得 我們原來這因果規律的運行 一些現象的展現 都是非常清清楚楚的 你就會真正去體會到佛道所講的 你再怎麼樣費勁地去保全你的身體 最終也不能夠保全你的下一生 只有保全的自心 才能夠讓你的下一生 能夠轉生在人天善去當中 這才是真正所需要去保全的對象 那如果你造了相關的業 就一定會得到相應的果 這一點是絕對要加以確信的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回到 一切顯現都是為心所造的 這一個觀念上面來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坐肩的短暫的休息時間 在這個短暫的時間當中 如果諸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用言解意概的方式 我們盡量明確地表達您一兩個問題 所以我們用一點時間來回答 我們用一點時間來回答 公主等待就要給您一個答案了 對 現在可以讓他 我們現在在你不愛等的時間 讓他沒有進步應該不是通知到 你吞上了的工作 一個集內的休息 隨便是 иск到一個成年 休息時間 還是 owner 休息時間 就聽我看 好的 他可以兩次 redeem de count 這場第一件的病源裡 已有方前 我曰 sheep,第一件事是 口鼠的第一件事 是 一場 that the nishuShuru Marす 鬥雷 everyone 生んで他資錄如 如果有了 欠 awareness 抗生心境的 selecting 明明無 donde將 permits 有活动就是玻璃进行而建立的 有活动的人也埋伴来 有活动是一场人会 有活动的人会召开 有活动的人会开 有活动的人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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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末的船上也做到了 在地点上也会召开 这麦团出了两份因为都没有和它们, 但满一份在一起重新的呼一个人的呼一个人, 未来都没得到俄罗于多数年前。 在一起, 因为在这边的人群里的呼一个人, 不过用这个人的呼一个人的呼一个人, 就像一样的那样, 但才能自己来说的, 不过计划我们的公司上的衣服。 雷子被美朵生物的 解法不如雲無話的事 雲無話空讓無效用的 這是真正的 雷上就是雲無話 雲無話雷上 雲無話之所雷子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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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人家的態度特別 更正一下 我們問題用提問單來寫 待会大家用简单的文字表达 您想要问的问题 如果您真的有非常关键的问题 用简单的文字写下来 我们找机会 向上师做请示之后 给您做同意的回复 这样子比较省时间 上师刚刚也是说 这样比较好的 再接下来就继续回到说 抉择万象为心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我们要从众生的苦 是各式各样这一方面来讲 三界一切有情众生 受着各式各样的痛苦 每种痛苦都有不同的面貌 我们说这些痛苦的来源 就是五毒烦恼 要晓得五毒本身又可以 每一种烦恼又可以再细分为五毒 就是五毒它各自的五毒 如果把它更细分的话 就有八万四千烦恼 所以才有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八万四千烦恼 如果加以归纳的话 最后可以被归纳成五毒 五毒再归纳的话 就归纳成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如果你要把它归纳在一毒 唯一的问题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愚痴 就是无名 所以我们就会晓得 原来我要根绝的 我要终结的 就是无名心 就是愚昧心 所以在佛祂心三次基颂当中才会说 我们唯一要解决的一个对象 就是我执 因为那个就是真正的愚痴 真正的无名 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 那我们现在因为不了解这样子的道理的缘故 所以我们执着的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 创造了二人的对立 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有自己跟他人的分别 自他是有分别的 非无二性的 所以会认为说他怎么会打我呢 你就没办法接受这个是 被别人所殴打 是自己的业所造的 实际上你应该清楚的是 在业列因果的规律当中 你不需要去一一的计算 该他会怎么样的规律 该怎么样长清你的债务 而是凡是以烦恼出身所造的业 出自烦恼所造的业 必然会受到这样的果报 你不需要一一的去算 但是他绝对是真实不虚会 抱怨在自己身上的 如此一来你就不用去思维说 到底为什么他会打我 他凭什么这样做 因为一定是过去自己的烦恼 所造成的 这一点务必要加以有所认识 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好好认识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好好认识的话 就是在了解什么叫做万象维新 从万象维新而新的根源 是在不离因果规律的 这一个方面去加以认识的话 就是对自己非常大的利益 在原来看 0�� 瓶inger 按酒 破五en瓶 登上岂藏仏能于其他子 通贴空 Dameika 吉尾 八oton 流音室 在这里看 51千塊 端端我们成为 这里 一般大集顾ikke salary 当我们希望这子来知道 cultures 廿地料就是 部分前就是 别练 化化果的 Nolan丁千元 那些困难得禁锁起来 那些派对农村的东西都没有 那些茶壇里面的茶壇里面的茶壇里面 那些东西都没有 那些茶壇里面的茶壇里面的 那些男人的茶壇里面的 男人的茶壇里面的 这些茶壇里面的 那些人都没有 那些人都没有 小偷然有老產奶油 男人他們就是 她是ípettes 不能很好 你知道了 她我在搶拾生餘酒店 我 Kaz kalk 好 她來覺得自己三八十 她才在胖錘 她懷孔 她難過的是 她要嬉何猙 她立 ид肚子 他但是在徒相给他 但我不是在那裡做什麼東西 想的东西 三目的小刀 三目的小刀是一创算的 这是一个人一创算 这是一个人造成的 为了范茂的是毫无法相对 这便是这些人造成的 这个人造成 bigger一刀 我就像个人了 用的是苏要想的 因你又什么人都没要 當然你要直截了當地 見到 我执心的本性 去见心的体性本质 见他的自信 要看一个好像具体可见的事物一样 去看待你的心 那是做不到的 心毕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事物 只有当我们以色身在看待事象的时候 在看待外相的时候 才真正能够区别出 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差异 我们看自他的区别 是来自于我们对外在形体 对于这个色身的差别 所建立起来的 因为自己有个色身 别人也有色身 所以我们画出了中间的界限 而这样子的界限 实际上就是被我执给占据的 而这我执所占据的范围 是包括一切的 只要有我执存在的地方 就一定有这样子的局限性 举一个例子来讲 今天有一栋房子 你没有买它之前 你对它没有任何的我执心 你对它没有我所执 因为它不是你的 你没有买 所以它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 一旦你把它买下来以后 如果今天有人要破坏这个房子 要拆了这个房子 你的我执心就开始运作 你就开始生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我执心 已经跟这个房子产生了牵连了 所以你就开始 因为人家对这个房子做了什么 你就开始不高兴 同样的我们对身边的眷属也好 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也好 金钱也好 都是因为出自我执心 所以你才会有需要获得更多 出自于我执心才会有厉害的这些冲突出现 比方说你获得越多的财富 你会越开心 这个都是我执作祟 说到底 是实在在是给自己带来痛苦的 而且因为我执 所以我们内心当中的撑心跟贪心 会接连不断地发生 它们都来自于我执 举个例子来讲 以恶口这个恶业来说 今天如果你是有我执的人 你就会说 谁谁谁 他怎么这样子批评我 他如何如何骂了我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执造成了你的称心 然后为什么不能骂你呢 因为你的傲慢 这个傲慢也是来自于我执 所以由于我执 你就会有这些很多的问题 说到底 在究竟实相上来讲 这个新的本性是跟这个物质毫不相干的 可是在世俗当中 新的运作是随着业力因果而运作的 所以在业力因果的规律之下 是否要按照着善恶取舍 是否这些业力因果的道理都是真确的 它能否成立真实性 都是我们需要好好地去加以分析 好好加以去看待 当我们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去以同理心来看待其他的生命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对象 就是动物 因为它跟我们活在同样的世界 我们从动物下手最容易了解 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活在同一个生命的状态 同样的世界当中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 它们过的日子不如我们舒适 因为它们没有我们这样子的福报 它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躺在地上 那就是因为它缺乏福报的缘故 我们跟动物的心都是一样 都有爱心 都有慈爱心 可是因为慈爱心的大小有所差别 所以我们感受的苦乐就有所差别 至于我们的心的本性 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东西 都是想要趋吉避凶 想要离苦得乐这个想法 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层面去加以思维 就会晓得原来人跟动物 在心的内心当中 我们都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平等的 对于这些观念 我们需要反反复复地去加以认识 然后你的心量才能够逐渐地扩大 互相靠... 计划说是现在世的 我们可能跟动物温达到了 计划说是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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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摆设在 我们的动物温达达了 以后要专门、云达大 我们以后要地下降 我们可以ounced 我们要计划说是觉得 我们会很早点 计划说是不怪了 我们以后的 我要做小野的 我的手法是 少年以至少年代到 那麼少年代到 因為少年代的 翻轟下去 打收起 就叫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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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转打开 再给你染线好了 再给你染线好 最后再给你染线了 因为不是 它是在染线 我给你染线了 这也不一定的 條龍娘說說 要不住 搬ych committed 實際上 小狗 從來 小狗 所以佛陀在胎世时 他最开始讲的是 此是苦如当之 此是疾如当断 就是说这个是痛苦 你应该要知道痛苦 痛苦的成因是什么 是疾地 你要断除疾地 就是业根烦恼 所以佛陀的最初的教诲 就是告诉我们 你应该要了解 业力因果的道理 有些人会认为 我了解业力因果 可是我只需要解决 自己的苦乐的问题就好了 如果我获得幸福快乐 那也就足够了 然后呢 如果能够获得 这一生的外在的幸福 自己身体健康无病 也就满足了 但是实际上 应该要晓得 这不是这样子的 就算你的物质生活 过得再怎么好 身体再怎么样子的舒适 生活如何的优越 优渥 但是你认为的快乐 实际上它背后带来的 只是更多痛苦而已 比方说你非常的富裕 这个过程当中 累积财富 守护财富 扩展财富 都会带来痛苦的 你为了要拥有财富 你首先必须要累积它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先进的过程 有了它一步 之后还不够 你必须要保有它 所以你要守护它 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守护 而且呢 如果你不能够让财富 再进一步的被创造出来 不能够增加你的财富的话 你会觉得有所不足 所以呢 累积守护跟创造财富 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痛苦 因此富裕 是不是就代表快乐呢 不是的 它代表着更多的痛苦 而且呢 如果今天你的过去的善业 用尽了 福德耗尽了 本来非常富裕的生活 可能就变成一品如洗 就像我们看到有些人 他可能为了要经营他的商业 他借贷非常巨额的款项 可能借了上亿的金额 但是最后还债还不出来 所以就走上了了结生命意图 有些人他们不要说是上亿员了 他甚至口袋里也没多少钱 可是呢 他心安理得的去工作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他还是过得非常好的 所以可见物质生活并非主要 内心的富裕才是真正重要的 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去想 如何才能够经营财富 如何才能够获得这些 我要如何去尝清我的贷款 诸如此类的事情 这是没完没了的 那么如果你缺乏功德 如果你缺乏学问的话 你最终可能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衣食 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那个是自己没有去充实 自己没有累积福报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 自己受到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都是跟自己的业有关 如果你过的是不好的日子 就是因为表示你缺乏福德 为什么缺乏福德呢 因为你内心没有慈爱心 比方说你对你的父母不慈爱 你并不孝顺 然后这样子的不慈爱 就耗损了你的福德 就造成了你的恶业的国报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理解 叶灵因果的一种方法 您一种下跛了 因为你们在一个学生的学生 就是或者那一种状态 在咖啡院里的家庭上 是在学科 developments 但是那些学校这种 比方的学生 但是我们在学校 什么事 你要做什么 学校是在学校议 哪有好论 你是在学校议 你去学校论 都要做什么 都是学校论 我看一千学 commanded 我那时候 那么学校论 他在学校论 下面的港同一个工程 但怎样是 在前面的人 和我一样的 想法就在那里 他说的 就要做了 他说是 都不知道 你会有什么 事做的 他说的 你那个 串子 够了 拿 中文 鲁 那麽事業力因果的道理 对于现在的生命 就能够产生立即的好处 也就是说痛苦本身就有益于你 你的生命 比方说今天经商不善 本来是一帆风顺的商业 后来经商不善而倒闭了 你这时候会晓 因为你了解英国 所以你晓得说 过去之所以可以一气风发 原因是因为我曾经累积福德 有了福德 所以我有那样子的光景 但是今天福德耗尽了 业用完了 我自然就会破败 这个是业丽因果 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没有什么好值得我愤怒的 过去你可能 可能要就是花很多的金钱投资 你可能花了好多亿 但是你晓得说 那个都是过去的光景 如果我还想要去试图 维持过去那个样子的话 我就需要花好多心思去烦恼 我可能要去想怎么样才能投资 如何才能才能够钱滚钱 像这样的想法很多 所以今天如果我破败了 是福德耗尽的 那刚好这个就是慈悲 慈悲的力量让我能够感受到 现在的破败 肯定是慈悲的恩德 才能够让我有反省的机会 所以我需要去保护慈悲 需要去培养慈悲 这时候你就想到慈爱心的重要性了 同样的如果你过得一不必挺的生活 你也想到说 那我就要提高对于戒律的重要性 要晓得戒律对我的恩德 需要去保护戒律 修情景节 这些都是要 都是能够思考的 所以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 由于你深信业力因果 你不需要去寻求其他的答案 唯一的解答就是 这是过去的业所导致的 所以我现在正在偿还 过去所欠缺的债 它能够被净化 所以痛苦跟恶业逐渐的消失 因此痛苦在当下 对我就是有利的 让我们先用的肯定 提高的 有一学的 一次 我们就打起到 那个 也想到 我一学会 一学的 这些 都是 那么 又 真的 而那天自己他是一個人 也有一個人 三人前一天被人又抓住了 它有一日子 離開才有 它有一個人連住於一年 好人們不早就etzen 就離老了 就能借人到店 有一個人在読認 跟饒舌就離老了 就是宅家和人家 想要睡覺 睡著 不少都要 就这些什么东西都没有过来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说在座有许多都是多年的老参 老弟子们 大家也都在很多的善知识那边求法 这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家都跟许多有经验 非常善巧的善知识 在那边得到了许多佛法的教授 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这都是非常好的 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另外就是在平常 我们这两天坐肩休息的时候 希望学员们大家能够彼此 针对法义进行交流跟探讨 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大家如果说你们在 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部分 可以互相交流 如果还是不懂的话 就可以写下问题 那我尽力地为大家做回答 研讨法义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比方说在欧洲那边 有人在研讨佛子行三七宋 这不是一两个人在这样子做而已 是有上天的人 他们在组织这样的研讨会 就是研习的读书会 这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在学习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不要拘泥于形式 当你对人提出佛法的问题 也有益于对方 你尽可能的针对别人的问题 进行法义上的回答 也是能够累积福德的 那如果说真的有问题 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就可以写纸条来问 我本人没有什么学问 可是呢 尽可能的也能够 就福德基金三十七宋的内容 跟大家做回答 接下来我们休息三十分钟 大家也可以去上洗手间 或者您要做禅修也可以 或者彼此要做法医的研讨都可以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名 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 智慧与慈悲 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 获得安乐 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 因此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保护一切生命 护持请洽各地中心 到场讲堂书房 获洽 03-989-8686 07-221-2323 画播帐号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化基金会 100-221-233 11-233 100-107 绝照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观资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和时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尽苦 沙利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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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肩內心 色即是中国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motion 速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即是山数 照相行事 无言而闭舍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 亦无名情 乃至无老司 亦无老司机 无苦击灭到 无知无得 无论者 混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大家慈悲出钱出力 所以觉得内心很有力量 所以早上坐车来这边排队 有没有很快乐 有没有比约会还快乐 约会回去还会哭呢 所以佛陀要我们享受这种慈悲的快乐 因为它没有付助用 不会有伤害 所以来大家跟我念 那么常驻释放佛 那么常驻释放法 那么常驻释放生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贤解千佛 一心其情 莲花生大事 慈悲加持 我们先来贡牟尼佛 那我们先来贡牙 两盘交给他们 点一支香给我 我们先翻到第四页 各位的第四页 好 大家各位念 香花灯土果 茶食饱足衣 为六道众生 为龙族类 海鲜水产众生 为消灾牌尾 为往生牌尾 供养三宝 荣阿佛 好 两位慢慢往前面走 等下绕一圈 来 荣阿姆嘎 佛杀曼达 叛美叛赞拉 丹达可达 佛罗格迪 叛曼达 叛沙拉 荣阿姆嘎 佛杀曼达 叛美叛赞拉 丹达可达 佛罗格迪 叛曼达 叛赞拉 荣阿姆嘎 佛杀曼达 叛美叛赞拉 丹达可达 佛罗格迪 叛曼达 叛赞拉 佛杀曼达 这样你们生生世世就结好缘了 所以佛经说 在佛前最好共一对一对 一对花 一对 一对 输油灯 一对灯 然后你生生世世 人跟人 夫妻 家庭 就会 不会孤独 一对一对的意思了 请各位现在翻到一百十四页 燕共鱼鬼 各位 你们桌上也没有一包香啊 就拿一支出来 不用点 不用点 等一下再帮各位收一收 我们拿到二楼 楼下再帮各位点就好啦 那 那 用这个 香 来上贡 下施 是 好 大家看到了燕共鱼鬼 大家就 用这支香 来 上贡 三宝 莲花生大事 来 帮助他们 应苦笑在 往生者超度 好 叶家 来 任阳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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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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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措掌 祈求慈悲度 供养 俱悲 功德 主法 欢喜满足 祈求慈悲度 供养 供养 祈悲 回香 留道主众生 祈愿离国 获得一切能 回香归神 愿情在主者 祈愿熄灭 而已得利能 一切轮延 众生无缘 祈愿三轮 清净且发泄 好 供养三宝 嗡阿鸿 供养莲花神大师 嗡阿鸿 供养护法诸天 嗡阿鸿 供养海中龙王 一切龙主 嗡阿鸿 供养土地龙神 嗡阿鸿 供养六道众生 嗡阿鸿 嗡阿鸿 供养父母祖先 嗡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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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护法善神合在一起 透过一只香 你关心了六道众生 透过一只香 你永远在尊敬你的父母祖先 而且呢 偿还冤亲在主 各位很重要 最近有人要找你麻烦 最近有人要告你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就多点一只香 给他点好差距外面 回向给那个人的冤亲在主 包括他的父母祖先 那这个人慢慢就不会害你 就像别人有孩子要来打你儿子 那你去跟他爸爸妈妈说 对他爸爸妈妈很好 他爸爸妈妈会把小孩带回家 他就不会找你麻烦 所以会找你麻烦 是因为我们欠他债 欠他债 他透过这个人来跟你讨债 所以你就多点一只香 在外面 这个养成习惯 佛教啊不要担心 佛教叫你不用告人家 佛教叫你 你就 对他们好就对了 他之所以对你不好 是我们欠他债 对不对 所以点一只香 给他插在门口 还他债 比如说你的老公很喜欢喝酒 那你要每天点一只香 加一杯水 回向给他的酒鬼 还有找他喝酒的朋友 然后他这个喝酒的朋友 就不会来找他喝酒 打麻将的朋友 就不会来找他打麻将 然后那麻将鬼就退家了 不能来找他了 所以这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来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只要你一直慈悲 那你会发觉 没有障碍 今天医生说 某人你生病了 那你不要担心 多点一只香 那这 放一点水 米 当然你要放一点饼干 更高兴 做烟共 放在门口 布施了 先回向给你 照着你身体 生病的冤亲在主 那冤亲在主快乐了 医生说你三天以后 再来检查 问题你到第二天就不痛了 那就算 还是一点点痛 但是冤亲在主 超度了 你对他很好 然后去看医生 看一次就好了 这就是佛教的 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适应 佛法的力量不可适应 所以佛经说 一个人得重病很严重 你只要十四天 连续十四天 慈悲失时 荒郊野外 这些孤魂野鬼 那十四天 十四 重大病苦 皆消除 那我们也不是为自己做 希望天天为众生做 所以所有功德 都是为了众生 所以今天大家来放生 放生可以消病苦 可以让堕落伤恶到超度 以此功德 回向所有众生 及冤亲在主 同享功德 那他们得到功德了 他们超度了 他就不会障碍你 而且你跟他结缘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的目的 就是希望每个众生 都跟他结缘 每个众生将来都愿意 听闻你 你给他的佛法 你送他一本地藏经 他好快乐 回去就看 因为你过去跟他结缘 请问 一个人看完一部地藏经 命运会不会改变 他就改变 他就想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做错 地藏经告诉他有地狱 看得完那就很伟大 有夜报 要孝顺 要布施 地藏菩萨的故事 所以我也是 我这辈子看完一部地藏经 我观念思想就改变了 坏蛋变好蛋 坏人变好人 所以改变了 因为我看一部地藏经 所以我就发现 天天一直印地藏经 做地藏经的漫画 印白话的地藏经 讲地藏王菩萨的故事 所以希望大家都改变 对不对 那这看得完最伟大 所以今天也要送给各位一本 小本地藏经 好不好 放口袋的 这是你的钱包 昨天有拿到的 今天就不拿了 因为我们今天不够 那是刚印好的 但是各位 你要回去看完 好不好 你每读一遍 他就充电一次 你读两遍 他就有两遍的加持力 你读十遍 他就有十遍的加持力 然后以后你 儿子一感冒 像我以前永远带一本 师父啊 加持一下 放一下 OK 因为我读了很多遍了嘛 所以而且不断的去弘扬地藏经 所以各位呢 读经跟你读新经一样 你读一遍新经 心里就放下一点点 对不对 你读两遍新经 就越来越有空性 你读五遍普门品 你越来越慈悲 你读十遍金刚经 你已经没有男女欲望 所以你已经没有执着了 所以那佛陀要我们读经典 那是读经典又为众生 这要念一下 发菩提心 读诵经典 为众生念经典 那你念一部地藏经 它变黄金色的了 所以走到哪里 对方虽然没有识佛 你就给他放一下 他的头顶 靠一下他生病的地方 对不对 他生病搞不好 有个冤情在主 你对他这么好 用你读地藏经的功德 回向给他 对方就快乐了 所以那地藏菩萨 最主要来 孝顺名为戒 众生都是父母 这是大乘佛教最伟大的 把孝顺 把慈悲当作戒律 对自己父母的孝顺 而衍生而对众生的孝顺 所以等一下我们中午放生的时候 你手上拿了那些鱼 是不是我们的父母 不是你拿不到 不是你一定碰不到 看不到 这一点你要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所以因为要相信就很难了 但是你读完地藏经 你读一遍 读两遍 慢慢你就会念一下 深信因果 了解轮回 断恶修缮 所以各位 你的先生不信佛 天天喜欢去吃火海鲜 去打麻将 因为他还不了解因果 那你在家里读地藏经 回降给他 好不好 他就会种下一个基因 慢慢他会了解因果 甚至自己很多人说 哎呀我要读那么多遍 来不及怎么办 送给人家就好了 你就印部地藏经 送人家 好不好 像我印这个 一本不到一块美金 因为我一次印一万本 用我妈妈的名字印 因为我妈妈前一阵子生病了 然后病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就印地藏经 然后因为我不可能叫我妈 送地藏经 他不用念 我来念就好了 然后你印地藏经 送给人家念 那是不是你在念 这是最快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印地藏经 跟很多地方结缘 另外印了 没有因为那个太重 没有记忆 大本的白画的漫画的地藏经 然后小朋友很喜欢看 然后看完他就了解意思了 所以对不信轮回的人 你帮他送地藏经 你帮他带别人 送人家地藏本院经 注印功德回向给他 就种下他 深信因果的基因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替你的儿女 从小就要做 好不好 爸爸妈妈 虽然年纪到了 他不懂得吃素 他也不了解因果 所以那你要帮他念地藏经 所以请问 人往生以后 要不要送地藏经 超度的最快 超度的最快 比如说 你的爸爸现在得癌症 因为他过去喜欢撒身 吃肉 现在得癌症 很痛苦 那如果你要为他念地藏经 怎么念 来 跪着念 那力量最大 因为你跪着念 痛不痛 痛啊 但是你这个痛 就在承担他的痛 你这个痛 也就是要承担 这个冤亲在主的痛 所以你跪着念 虽然很痛 但是你爸爸消业障 就最快 所以你要帮助对方 或自己消业障 你爸爸还在受苦 那你最好跪着 为他送地藏经 如果你想要改变命运 你这辈子真的要改变命运 你过去身体很不好 赚不了钱 哎呀 家庭不和和 天天跟先生太太吵架 觉得业障很重 那你就发愿 送49遍地藏经 甚至你发愿 念108遍地藏经 最好每一次都跪着念 然后当然跪多久 算多久了 只要你觉得痛 起来一下 但是听说越痛 消业障越快 因为你是承担痛苦 那你这辈子命运就改变 所以我印的比较小本 而且很轻 希望各位至少 你就能够每个月至少念10遍 好不好 地藏经说的 如果在六灾日 十灾日 你能够送一部 叫转一遍地藏经 那就可以消无量 四个业障 而且这辈子有福报 来世升天 这个叫转地藏经 所以经典说 转地藏经 当你开始念的时候 整个四面八方 一百公里 都得到地藏菩萨的价值 那平常在路上不方便念 那至少什么念 来 念一千遍地藏菩萨名号 不用十分钟 你每天念一千遍 念满三年 这很容易啊 你念满三年 反正你习惯一直念 然后你生生世世 大富大贵 会有灾难 地藏菩萨的人天护法 都在保护你 好不好 记一下 一千遍地藏菩萨名号 所以等一下我们 中午下去放声的时候 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地藏菩萨 念一千遍太容易了 你可以念到两千遍 三千遍 现在很多人念佛 至少一天可以念一万声 有些可以念到六万声 有些念到十万声 但是这样可以帮助很多人 因为你如果不念 你的心里就会乱 你念的时候 就像这个电 电灯泡牵电 你就亮起来 亮起来 就有佛力的加持 有智慧的加持 所以地藏王菩萨 有四种不可思议 来 地藏菩萨 慈悲不可思议 智慧不可思议 辩才不可思议 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 包括神通 所以地藏菩萨 有这种不可思议 所以我想 念阿弥陀佛一样 念地藏菩萨一样 念观音菩萨 最主要我们 跟地藏菩萨的心态一样就好 所以 偶尔你要念观音菩萨 偶尔你要念地藏菩萨 因为在不一样的阶段 不一样的阶段 那你要去对峙它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它对于人却非常的暴躁 那请问师傅 我们应该要如何衡量 关心人跟关心动物 是要对动物的关心多一些 还是对人的关心多一些 好 其实 养动物 你就是对动物要有个爱心 然后 不要在动物身上 变成一种执着 就像我看过一个公案 一个小孩子 对动物很有爱心 但是对妈妈爸爸 就是很暴躁 然后 不动就骂他爸爸妈妈 然后因为这个 父母也要 教育这个小孩子说 你对动物有爱心 但是对家人长辈也要有爱心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能说 分别说我对动物好 就是好比这个小孩子 有一天动物死掉了 然后呢 他可以跟他爸爸妈妈 讲说 这只动物要帮我活化 活完之后 那个小孩子还是 还是放不下 他说 我要抱着他的骨灰睡觉 你看小孩子已经变成一种 爱动物爱人这种 变成如痴了 然后如果他爸爸妈妈往生了 他会不会这样对待 因为小孩子还没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的 这种 所谓的 疼爱心 他不会活在现在 因为小孩子 就是有一个爸爸就很有智慧 就是把他过去 妈妈生他的那个阶段 从开始怀孕 然后变成一个肉球 然后每天很不方便 然后一直要吐 吃东西很吐 然后生了之后又很痛苦 然后生出来之后 妈妈躺在那边 好几个月才好起来 这小孩子看了影片之后才知道 哇 疼爱一只狗 比疼爱爸爸妈妈妈还重要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所以要懂得去教育小孩子 不管对动物也好 人也好 应该是一个平等心 应该用一个平等心来对待 所以不能说我只对狗好 对家人不好 这个都不对了 所以也不能一个执着 因为这个事件一执着就不对 我们就用平等心 知道这只狗可能会生病 相对的要换一个角度 父母也会生病 爱一只狗还不如什么 爱所有的外面的这些动物流浪狗 更需要我们照顾 相对的照顾动物流浪狗 再把它引导在照顾孤单的老人家 这些没人照顾的老人家 或者说孤儿这些需要帮忙的地方 老人院 幼儿医院慢慢影响它从小就升起一个悲心 现在养动物就是要教育它升起一个悲心 这个目标不要不对 这样就好了 所以如果小孩子暴躁 小孩 那么爸妈妈就要想尽办法 用各种方式在诱导它 找回它原先疼爱那个这只动物的一个触发心 养它 照顾它那个触发心要对 这样就好了 好 阿弥陀佛 真的吗 ай 声音 chorus 彼此 不 彼此 放 真爱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真爱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